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百三十九集 淡淡的围沙在初秋的寒光殿内飘荡着 皇帝的脸色越来越白 握着太后的手越来越紧 大量的唇和王道真气不停地往太后的体内灌注着 也许是大宗师的境界真能减缓死亡到来的步伐 也许是任何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都会有回光返照的刹那 太后的眼帘微微一颤 眼球转动了叶丝 似乎将要睁开眼醒来 却始终未能睁开眼睛 皇帝知道这是母亲最后能听到声音的时光 身子感到一阵寒冷 规规矩矩地跪在了窗边 双手捧着母亲苍老的手将嘴唇凑到太后的耳边 说道 母亲 孩儿没有令您失望 虎和和四骨剑都死了 这天下终究将是大庆的天下 皇帝像个孩子一样 亲切地 不舍地在太后的耳边 述说着发生了什么 甚至将自己是大宗师的秘密也说了出来 就像乐滋滋的小孩告诉自己的母亲 自己今天的考试得了一个满分 因为他知道母后只有极短的时间 他想让他走得更快乐一些 然而在临终告别的时候 一向东山崩渝前的皇帝脸色忽然变得有些沉重 似乎在思考某些很重要的问题 斟酌许久后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在太后的耳边开口说道 母后 二十年前 朕听了你 二十年后 朕决定听自己的 安芝是个不错的孩子 生息渐渐熄灭 垂老的身体 像木头一般无力的太后 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这句话 听明白这句话里所蕴藏的惊天消息 但是老太后的身体忽然僵硬了起来 皇帝一皱眉头 转眼望着母亲的脸 太后猛地睁开双眼 然而他的喉咙里拼命的呵呵作声 却因为声带的松弛而说不出一个声音来 生命最后的力量爆发 依然不能让他冲破生命大线本身的能量与药物的作用 最后只是化作了眼眸里的无穷怨毒 毁忆不甘 范贤走入了东宫 为陛下的到来提前做着准备 他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一幕 毫无疑问是千年大陆历史上并不少见的父子相残戏马 他的心情不禁有些寒冷 并不仅仅因为里程前这些年的命运 更因为先前在韩光殿内了解的事实 与皇帝陛下最后的那句话 有什么话 稍后再说 范贤的唇角泛起一丝冷笑 原来皇帝老子便是在自己之前练成无名公爵的人 原来他才是宫里最神秘的大宗师 难怪能够从大东山上活着回来 难怪回京的队伍中看不到了洪公公 看来洪四祥这个招牌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陛下以帝王之尊大宗师的实力 于大东山巅以猎物的角色变成猎人 再加上叶刘云 难怪四孤剑和苦河会落到如此下场 他叹了一口气 心情有些暗淡 再一次确认了皇帝陛下的冷血无情 想那年自己经脉尽碎 险些丧命 至少也是修为尽丧 皇帝曾经派洪公公入贩府查看伤势 以他大宗师的实力 怎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尤其是他本身也是 练习无名公爵之人 如果世上有人能够破除霸道公爵的副作用 便只有皇帝 可是他一直没有什么表示 如果不是海棠的帮助 只怕此时的自己只有贪卧病床 终生不起 司机此事 范贤的心头再含两分 傅华安然回宫 似乎你的心情并不怎么好 太子李承前 坐在一方静机之后 面对温和笑容 看着他 出了一口微冷的残茶 一身是然 似乎正在享受人世间最后的时光 范贤勉强笑了笑 总觉得这句话 似乎是在哪里听见过 好像所有的敌人都能猜到 自己的心情有些糟糕 陛下稍后就到 范贤看着李承前的眼睛 李承前没有丝毫的退缩 事情到了今时今日 他不再有任何别的想法 几日的幽静足够他想清楚许多问题 尤其是母后 姑母接连的死亡 让他的心情有如寒潭般 清楚清烈 每个人都是会死的 母后死了 姑母死了 李承前缓缓放下手中的茶杯 望着范贤 说道 父皇将来也总是要死的 只是一个先后顺序问题 范贤想了想 清烈说道 老二爷死了 李承前低下了头 他被幽进山宫 根本不知道这几日里又发生了什么 玄机抬起头来 表情复杂地说道 我和他争了这么多年 没想到最后连死 也要争一争先后 我们先死先走了 李承前看着范贤说道 然后 等你 范贤自嘲一笑 知道彼此有彼此的骄傲 温和说道 那你得 替我抢个好位置 李承前急潇洒地挥挥手 说道 人活着的时候 尽可以热闹 死 却是件孤独的事情 自己的位置 当然要自己去抢 范贤为政 他前世的时候看到过一句英文 总觉得很难用中文表达期间引着的意思 最近看着无数人的接连死亡 有听到李承前的话语 才明白原来这句话便只是无数的现实叠加而已 便在此时 一个人踩在了五道境界和世俗权力的两座风顶上 那和降落凡间的神器有什么区别 紧接着 黄宫里钟声嗡嗡响了起来 响彻四周 范贤低头 没数着钟响的次数 确认了太后的死讯 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 玄机又空虚起来 在他对面的里程前 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消息 文芝最疼自己的太后 这般孤独离去 他的脸色有些苍白 颤声对范贤说道 不虚送 范贤平静 一手一礼 说道 安心上路 李承前那句话 并不完全正确 死亡确实是人世间最孤独的事情 但在死亡之前 却往往是人世间最热闹的时候 老去的人 在床上迎候着死神 而他的亲人晚辈却围在床边 唧唧喳喳不停 好声令人厌烦 今日东宫亦是如此 范贤在宫外等候 过了许久 听见密密麻麻的脚步声 皇帝陛下在很多人的围绕中 来到了东宫 然后单身入内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李承前没有站起身迎接自己的父皇 也没有验憎此时死前的热闹 他拒绝了范贤冒险的提议 不愿去天涯海角藏命 也没有像老二那样赶在皇帝陛下回来之前 服毒自尽 便是因为他有很多话 想要对自己的父皇说 他要吐一吐二十年来心中的怨气 若不能禁书 只怕死后会变成一只怨鬼 谁书上究竟会如何描述这一段呀 李承前看着自己的父皇 看着这位史上最强大的君王 没有一丝慰藉 人不畏死 便不再畏惧任何的事情 两年来 进步不浅的太子 极为直接地说道 我等着您回来 便是想要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在乎 一身蝙蝠的庆国皇帝 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说道 史书 向来是由胜利者书写 而且 莫非你以为朕 还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太子坐在经济之后 皱眉想了很久 然后笑了笑 摇了摇头 当然没有 母后示弱 可您依然立我为太子 让我在这个位置上坐了这么多年 您当然对得起我 您当然对得起我 这不是真话 因为里面浓浓的嘲讽之意 展露无遗 皇帝冷漠地说道 莫要学附到人家的怯懒 酸言酸语 怯懒 那是您逼的 您太光彩夺目了 没有人敢去抢夺您的光彩 太子闭着眼睛 绝强地说道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既然您从骨子里就没有想过 要将自己的权力传给下一代 何必立我这个太子 皇帝的面色异常平静 盯着他缓缓说道 成前 你让朕很失望 朕这些年来 一直在不停地魔力你 为的是什么 李成前忽然睁开了双眼 冷风说道 我不是一把刀 磨多了会磨断的 此时 范贤走出东宫 回身亲自将那两扇厚重的宫门关好 看了一眼围在四周的 这个密密麻麻的人群 脸色平静 心里却在翻滚着不知名的情绪 略平静了一些之后 他对人群最前方的姚太监 招了招手 姚太监随陛下度过了大东山上的艰难时光 在红老公公为国牺牲之后 自然成为了庆国内庭里的第一号人物 然则 范贤仍旧如往常一般很随意地招了招手 姚太监勾着身子 恭敬地上前听令 从这个表现来看 任何人都对范贤日后拥有无上权势 毫不怀疑 范贤在姚太监的耳边轻声说了几句什么 姚太监面色微凝 不敢质疑范贤的命令 此时又无法去请示东宫之中的陛下 几番私存 便带着东宫外的一行人往外围撤去 与东宫保持了一长段的距离 范贤也随他们走到了宫中小林的旁边 远远看着那座安静的东宫 猜测陛下和太子此时正在说些什么 让宫里的这些人退得远些 其实是为了安全起见 他不知道皇帝一旦盛怒起来 会不会说出一些永远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 这更是为他自己考虑 因为天下人只有几个人知道陛下 一心要费太子的真实原因 而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他一手制造的 皇帝知道他的修为 如果守在东宫外 听到那些宫围中的阴丝 谁都不会痛快 范贤抿了抿发干的嘴唇 满眼忧虑地看着东宫 心想 城前这个人 拜揉内纲 只怕终究也要和老二走同一条这个道路 细细思量 其实自己这个人还真是有些复杂 把太子逼到了绝路的是自己 只是 谁能想到 事态竟会这样发展 他和陈平平暗中做的那些事情 看似驱狼镇虎 不料最后却在人间震出条真笼来 几年间 陛下身旁的所有人都被动或者主动地站到了陛下的对立面 陈平平和范贤终于成功地将陛下变成了孤家寡人 然则 孤则孤矣 寡则寡矣 却依然是人世间最顶尖的那位 而且 一朝气势净土 竟要吞吐日月 让范贤不禁心寒畏惧 东宫里的情势与范贤猜想的并不一样 皇帝与太子父子二人并没有就此最开始的几句话 陷入某些歇斯底里的家庭乡土聚争吵之中 真实的皇族里边永远不会存在马景涛那样的激动分子 有的只是冷漠 冷欲 冷静 冷酷 皇帝很自在随性地坐在石阶上 两只腿分得急开 看着东宫的门 想着很多年前 自己在宫门之外等候皇后生产的好消息 那天皇宫内喜气重重 太后高兴一场 但自己的心情在喜悦之外还多了几分凝重 直到宫外那位也已经怀孕的女子送来一封信 她才开心了起来 直到对方果然不是世间一般女子 根本未曾将龙椅放在心上 也不曾想过要替自己腹中的孩子谋救看似诱人的地位 也正是这种态度 让皇帝有些隐隐的不渝 过去了二十年 这种不渝啊 早已经成了被人淡忘的情绪 只是偶尔他在后宫小楼上 看着画中的黄山女子时 忍不住会埋怨几句 俺知是你的孩子 难道就不是朕的孩子吗 二十年了 那个一出生就注定成为庆国皇位接班人的孩子 已经长大 此时正坐在他的身旁 满头长发柔顺的披散在身后 眉眼间有的只是平静和任命 而那个宫外女子腹中的孩儿 此时却在东宫外面 不知道站在哪个角落之中 注视着东宫的动静 皇帝下意识里从街前进击上 拿过太子饮过的茶杯 送他唇边喝了一口 却是不知冷热 我大庆 终究见过不久 不知为何 皇帝选择了从此处开口 缓缓说道 北齐 虽指二代 但他继承着当年大魏之作 内部却要稳定许多 十几年前 北齐皇帝暴毙 皇后年轻 皇子年幼 若放在我大庆 只怕那次逼宫便会成了 即便苦和出面也不成 里程前的目光 落在父皇拿着的茶杯的手上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我大庆 本就是自沙场上 打下来的江山 军方力量强大 习惯了用刀剑讲道理 理智帝威这些东西 并不如何能服人 皇帝的目光有些淡漠 所以 要当我大庆的君主 不是一味的宽人 宽人便成 必须要有铁血手段 和坚韧的心性 他转头望着自己的儿子 说道 你自幼生长在宫中 不过八岁之时便有了人名 说到此处 皇帝的唇脚露出一次嘲讽 不过是帮几只受伤的兔子包包脚 那些奴才便一味的讨母后欢心 说你将来 必定是位人君 一味宽人便是怯懦 而我大庆必将一统天下 五十年间 天下纷争不断 各处旧王室 必不服心 半百年岁 却要殿下万年之计 朕只来得及打下这江山 守这江山 却是要你 皇帝收回目光 说道 一位人君 一位怯懦之君 如何守得住这万里江山呀 里程前看了父皇一眼 唇角露出一丝自嘲的笑容 这才明白 原来父皇早在十余年前 就已经在思考几十年后的事情 他有一统天下的信心 却要思考百年之后 这江山如何延续的情况 所以 朕抬了程泽出来 与你打擂台 皇帝闭着眼睛 缓缓说道 如今向来 那时你们二人年纪还小 朕 似乎有些过急了 里程前依旧没有开口说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 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专阅小说 《静于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